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安 首先要非常感謝所有的觀眾朋友 那麼利用每個晚上的9點到9點半 週一到週日每個晚上 收看我們台股大樂透 都收看我們台股大樂透 這個節目的內容 那麼特別在這裡呢 节目一开始要祝福 让你转过观众朋友 在这个快乐欢欣的秋节里面 中秋节里面 那么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 那么采温广进 台北股市今天其实满有意思的 为什么这么讲 今天我们会针对在上半段 做技术分析的教学 所以各位请你务必要拿个笔记 要记一下 所有的会员朋友也一样 你记住把特别是 过去这两个礼拜以来 每一天的传真稿 特别包括像今天 重新再浏览一次 那么我们先从家群股价指数 来做个观察 各位请看 家群股价指数今天中场收在 9407点 那么跌了20点 可是你有感觉说 奇怪 台北高级 它今天的走势 为什么从开盘开始缓步下跌 对不对 对 然后它落到什么时候 落到中场 各位请看 跌到将近快一点 然后家群指数硬是往上做提升 中场收在9407点 台股今天最低是落在9365点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很快就看这张表格 这是从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到昨天礼拜四 今天已经礼拜五了 我们在这里向所有观众做的简报 过去我们台股大乐透的节目单元 过去是在晚上的6点半到7点 后来又有很多朋友反应 那么我们就把时段往后挪 所以从9月1号开始 我们节目挪到 往后挪到9点到9点半 那么我们先看这张表格 来我们首先来观察 加权股价指数 从礼拜一9月1号开始 我们的看法台北股市的9月 那么加权指数会突破创新高点 这是第一个 我们预期9月份台股的低点 在9374点 好 各位一定会告诉我 但是今天台北股市 最后加权指数是在9365 但是我还是会告诉你 因为我们原本在 这个礼拜以来 从礼拜一到今天 我们的看法台股低点 9月份在9374 那么接下来台北股市 肯定要过前波高点 9593点 并且我们预期今年的高点 是上看10500点 好不好 你要做笔记 为什么这么讲 很快速做个浏览 各位请看 这是加权股价指数的月K线图 这是在上个月8月15号 那么当时在收费讲座 当时像所有的有到现场的朋友 我向你收了1000块的一个教学讲座 我们预期今年 从9月份到年底截止 我们台股我们是上看 10500点对不对 在当时我们也特别举了一档股票 像6279的湖联 2379的瑞育 包括当时像台郡 像TPK 我们也建议会员做进场做布局 我怎么做 我就清楚向您做简报 好 那么很快速我们看8月15号 来看最底下 那是个关键的重点 好 首先8月13 14 15 我就不要再做细微的分析 白股第一个这里要多 这里要空空空 然后接下来9172到9148 它不会跌了 它要反转向上 8月15号 所以看底下 那为什么是9172呢 因为当时整个短期的一个结构 它告诉我们市场的平均成本 挺升到从9050 挺升到9172 好 你一定告诉我 这会不会准 不但会准 你先看这张图 为什么 来 你先看这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的最低点 发生在什么时候 发生在今天的12点55分 但是我们同时去看 另外一个商品 来 各位请看 这是台子期 我不是要给你做期货分析 但是请你看着这张表格 这是今天早上从8点15分 到收盘的台子期的走势 请你告诉我 这是早上的8点15分 这是9点10点11点 这是12点1点 对不对 这是11点 请问台子期货 今天的最低点发生在什么时候 发生在在这11点 为什么台子期 今天早上的11点 它就开始起了 不然它领先加权指数 这11点 你看一次 加权指数11点在这里 加权指数11点在这里 11点是在这里 加权指数继续 台子期开始一直叫起来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期货市场 它本身有提前发现的功能 所以当加权指数来到 接近9374 台子期知道说造势者 不是驾驾驶车车扔拔造势者 就是创造造势者 这个市场者 他知道说来到9374 多头要反转 这个盆要大起了 所以期货它领先 在今天早上载一点 当加权指数续跌 它开始一直去 对不对 对 所以你不能撞到 你再看一次 它是不是跌到最低点 到將近快1點 12點55分 對不對 對 9365 然後硬勢往上漲 收到加權指數今天收9407 對不對 9374在這裡 你再看一次 來 這是11點 這是當加權指數接近9374 他說第一點高了我開始動手了 那你了解嗎 所以你看為什麼 好 一樣 首先看8月15號 我們對大盤的看法 那麼我們跟大摩 其實評估是相同 不好意思 上方 上方 第一個大摩針對台股接下來的 一個策略報告 一個叫10500點 一個叫9200點 那我們之前說過了 因為我就不再做附送 各位你可以把過去這幾天 舉例 你可以上網 來 給我請看 你可以上網去觀察我們過去以來 來 舉例 9月1號 2號 3號 4號 對不對 你可以把每天的節目內容 點選出來 好 舉例 那麼上面 不好意思 你可以去點選過去 從9月1號 2號 3號 4號 每一天我們針對台股的一些看法 那麼您就知道說 為什麼這裡是9374 回過頭來您先請看做個筆記 各位請看畫面 畫面上你所看到的是加權股價指數 從今年的3月份 一直到今天的一個日 K線圖 好 從這張表格裡面 從這張表格裡面 今天9月5號在這裡 那該怎麼看 是看大漲的 為什麼是看大漲 第一個 首先呢 你在這個位置區 你要做多 加利愛做多 知道嗎 加利愛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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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看喔 這是加權股價指數 從今年的3月份 到今天截止 每一個波段的重要的關鍵點 分別是你抄一下 最高點8787 8508 9022 8671 9593 9014 9217 以及9532 好 那你就天下無敵了 這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你在指數的部分 在看著它過去這6個月 你應該是 你如果自己有操作期貨的 你論上你一九台子期 應該要賺2000點才對 你問 我不是要跟你講期貨 可是你自己一定做得到 好 為什麼 來 要做筆記 你要操人 來 請看 第一個我們先看 加權股價指數 從這個最低點 到這個最高點 對不對 好 它的中間值在這裡 對不對 好 從8787這個回檔 當它守不住這個中間值 就也就是說 這個過程裡面 它市場的平均成本 它夠不掉怎麼辦 叫做反彈 反彈代表它一定會破底 什麼意思叫破底 就是我一定會跌破 前波低跌 這個叫破底 那反之呢 我守住這個市場的平均成本 這個中間值 代表怎麼樣 我是回升的 回升一定跟你講 我會過前高 所以我們來看 你在看著它 方便的話 各位幫我把這裡放大 這裡是8787 對不對 這個低點 是不是從這個位置 到這裡 這裡有一個線 這個中間值 它夠不掉 這個8508一定會跌破 這個最低點 這個叫破底 對不對 好 再來喔 可是當它站上這個中間值 代表它要走回升了 好 所以我們來看全圖 來 請看 這個最低點在8508 看全圖 8508 那一波漲到9022 我沒有講錯吧 好 8508到9022 你把它畫一條平行線 叫8765 對不對 好 那麼最低點當天被貫穿 可是硬是站上8765 跟今天一模一樣 那代表怎麼樣 代表加權股價值數 在當時站上8765 代表它是走回升 回升 回升叫做漲勢期 它一定會過前高 這個前高叫9022 一漲漲到9593 沒有錯吧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再看 在8月份 8月15號 我再看一次 8月15 8月15 對不對 好 來看這張表 為什麼我們說台股從9050 往上墊升到9172 回過頭來看 第一個 當時的低點在8508點 然後最高點來到9593 所以台北股市的市場 這個完整多頭 它的平均成本會落在 這裡畫一條線 叫做9050點 當台股從9593 急速回撤 對不對 好 最低一度 由這個下影線的低點 有到9014喔 可是當天硬是收上9050 代表怎麼樣 請問在這一天 是做多還是做空 很多人在這裡去幫忙 因為有什麼 因為我們9593跌到9014 這天我們在創什麼 我們在買東洋 生技股的東洋 我們在買什麼 我們買在東洋的最低點 我們在買什麼 我們在買台郡 我們在買什麼 我們在買台郡 我們在買虎連 我們在買瑞育 我們在買TPK 我說的不實 我就全部都賠 所有的會員我都賠 好 來 那麼你在這裡站在多方 你當然會是台北股市最大贏家 對不對 好 我不是要跟你講過往 這個叫8765 對不對 好 我們要看接下來 這裡叫9014 這裡叫9532 這個叫9217 所以呢 持續看喔 這叫8765 對不對 而且8765 你說那只有這一段準錯 再看一次 這是今年2014年的4月29號 我們當時在這個節目上 晚上的6點半到7點一樣 對不對 我們說雨停會出太陽 它不可能永遠出太陽 也不可能永遠會下雨 所以當從9022回檔 它一定會說8765 對不對 一定保證是8765 為什麼一定是8705 因為這個最低點叫8508 你再看一次 這是不是8765 這是不是8508 等一下還有8508 這是一個舵頭 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所以這是8765 那再往前推一樣啊 從8230漲到8787 打下來一定是8508就漲 這叫回升 從8093到8668這個下來 這個下影線 撩起來這是過年喔 這是農曆年喔 這個多頭一定守在8380 守8380叫回升 你再往前推都一樣啊 這叫7737 這叫8476 所以回測會守多少 會守83 有在這裡 不好意思 這個是8380 所以這個下來一半 兩半 它守住8093 這個叫多頭 這叫回升 代表它一定會創新高點 所以回過頭來一樣喔 那麼針對台北股市 還是我自己補過一次喔 整體上 來 我們來看喔 這個叫9593 這個叫9014 沒有錯吧 沒有錯吧 一樣喔 來看加權指數 我們現在講目前喔 今天是不是9407 F8 對不對 好來 這裡是不是9014 這裡是9014啊 那這裡呢 這裡叫9532 那前波高點呢 叫9593 一樣回過頭來喔 這裡叫9593 這裡叫9014 所以市場在8月初 它的平均成本會落在哪裡 落在這點 9273點 好 台北股市 如果過不了9273 代表怎麼樣 代表這個上漲較反彈 它一定會破底 我說一次喔 如果 今天加權指數在這個點 它沒辦法騎去你9273 今天已經在這裡了 已經在那裡了 已經破9214了 因為它不是反彈 它是回升 它是回升 它才走得住9273 所以才有這支紅K棒 加空 你了解嗎 這個高點來到9532 所以你可以知道 因為你往前推 整個目前這個結構 破斷的高點在9532 低點在9217 所以為什麼 9月1號一直到漲 一直到2號 3號到昨天4號 到今天5號 我一直給你報告 這就是9374 構底9374 這個叫回升 一定會創新高 你知道嗎 所以過完中秋節 我相信你也很快樂 所以呢 你一定告訴我說 問題4號 什麼好 你估的都對好了 那麼國際股市呢 國際股市也是一樣 你再回頭 一樣喔 4月29號對不對 指數2沒1 也就是說我們去抓 市場的平均成本 來我們來觀察 這是當時的道琼工業指數 那一樣啊 那怎麼看呢 這個就是最高啊 這個最低啊 他就一定會守這個點啊 阿高雷就一定起了 你看這頂度 所以他就一定會起 都一樣 不關於國際股市 台北股市 其實他的結構 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天你要買什麼股票 沒有啦 沒有啦 4月2號 我是 我不要再說 我是亞洲頭顧蕭佑民 好 來 這天要買什麼股票 來往下看 這天4月29號 要買立萬 所以所有的會員 特別是新會員 麻煩你照著做 記住 你這個月會賺很多很多很多錢 4月29號 3 5 2 9 立萬 4月29號 在這裡 200塊 去到3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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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200塊 去到390人 去到390人 足足都去一倍 再看一次 我蕭佑民 不然這不是3529 立萬 沒有啦 照著做好不好 很快速 來 我們來看 一樣 所有的觀眾 如果說因為 這幾天 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剛好是中秋節 那歡迎你可以把過去這幾天 我們每天的節目內容 點選出來 這是9月1號 沒有錯吧 好 好 來 這是9月1號的節目內容 我放大 你比較容易做觀察 來 唸給我聽 9月1號 是不是叫新陽科 叫關中 散景 叫逸潔 對不對 這是九月青 是不是 新陽科 關中 散景 逸潔 瑞翼 胡連 利隆殿 松尚 東洋 平華 沒有錯吧 八月二次叫做散景 八月二次叫散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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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次叫松尚 什麼叫做6156的松尚 沒有錯吧 好 那應該要怎麼做 第一個所有的會員 我說一次 所有的會員 因為各位親愛的會員 你自己都有一個攻擊班操作的系統 所以你要記住 你要怎麼做 來一樣把你的手拿出來 我們做同樣的動作 不好意思 來 你把你的手拿出來 首先呢 這裡面有沒有一個公式選股 你把它點公式選股 對不對 公式選股 你要叫一個搜尋 對不對 你把它點搜尋 點下去 所有的會員 你跟我做同樣的動作好不好 是不是搜尋到兩筆 你就現在 你就跟我做同樣的動作 你把它點下去 好 他就說搜尋到兩筆 然後看喔 我就點確認 是不是叫做保隆其立心 今天是9月5號 沒有錯吧 好 這裡有沒有一個叫範圍 我現在點範圍 對不對 這叫集中市場 那我如果要看電頭市場 你就點電頭 然後你就點搜尋 好 他就幫你搜尋電頭市場 他就告訴你 來 保隆其立心 那我們要看集中市場 集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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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 搜尋範圍 電頭市場 一筆 電頭市場是一筆 好 來 叫做易捷 沒有錯吧 用易捷 可是剛剛9月1號 也有易捷 對 兩分鐘後馬上針對 那 中秋節過後 下個禮拜二 你要怎麼做操作 要怎麼去搜尋一港 一定會長的標的 兩分鐘後馬上向您做簡報 我是李家頭 我覺得我們是一個非常幸福的國家 在世界上只有少數的國家 有這種樣子的全民保險 許多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 像是有乾淨的水盒 有衣服可以穿 在許多貧窮的國家 這些都是遙不可及的 更有所醫療照顧 請珍惜台灣健保 健保有你真好 台機店創辦人的雄心 我會再創奇蹟 屢屢再創巔峰 亞洲投庫27年的服務精神 掌握市場經濟脈動 結合國際財經趨勢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諮詢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亞洲投庫 27年來一直秉持專業用心負責的態度 為您創造財富 市場的常勝均 股票期貨的贏家組合 亞洲投庫 亞洲投庫 珍惜所託 真情照顧 諮詢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亞洲投庫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諮詢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颱風好雨來時怎麼辦 不怕不怕 提醒您要準備水 乾涼和手電筒喔 記得關門窗貼膠帶 堆沙包 隨時注意颱風好雨動態 大雨來時隨時了解淹水訊息 五十六警戒發布時 配合疏散避難 或自行前往避難所 如要緊急救援請撥打119 沒事請待在家裡 注意警戒訊息 不要前往危險地區 做好準備安心加倍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一樣喔 那麼我們來看喔 第一個 這個叫新陽科 9月1號號 9月1號 2號 3號 4號 今天是9月5號 對不對 好 那麼請問今天 你手上 應不應該要有新陽科 你沒有了好不好 為什麼你沒有了 記得喔 所有的會員 你如果是依照 一種叫投資 一種叫操作 投資的部分 我們從下禮拜開始 我們會建議我們所有的會員 那麼陸續一定要佈局 這三檔機器人相關概念股 分別是機器人1號 下禮拜喔 機器人2號 今天表現還不錯 以及機器人3號 機器人3號是最主要 紅海 我們預期呢 紅海接下來呢 在全中國的佈局裡面 特別是在自動化設備 我們有相信喔 紅海主要相關的產能 將會由這一家做提供 所以有什麼要去做佈局 跟你做一個分享 那麼說 因為這裡是中休節 就在接下來 就在現在 那麼因為我們公司 有一個秋節的活動 那也歡迎各位 您可以在節目後 向我們的服務人員 做個諮詢喔 那至於你做空的 你就不用卡來好不好 有什麼不用卡來 因為我感覺說這個 接下來這個盤 要公10500點 那你要放空的 我就要做多 所以你就不用卡來啦 我沒有意見啦 你認為要跌 OK 我尊重任何人的看法好不好 因為我們認為接下來 從下個禮拜 這個9374 這個就是一個多空的關鍵點 除非它被貫穿了 那今天最明顯它告訴你 我就是在守9374 所以它是個回升結構啦 所以回過頭來 這個叫新陽科 對不對 好 新陽科買進 那麼買進這個該怎麼辦 這裡要賣出啊 為什麼要賣出 來 一樣喔 9月1號 新陽科 易捷 散井 關鍾 對不對 好來 加賣 它只要跌一毛 你就應該站在賣房 不管它接下來有沒有漲停 不重要 賣 賣 你最多賠多少 賠1% 那你賺呢 你可以賺7% 為什麼這麼講 好來 你看 新陽科 9月1號給它賣 你如果賣 你一定會輸 為什麼 因為它就漏嘛 對不對 你這樣對 這樣不準 如果說 100% 永遠都準的 那個就叫騙子啦 沒有一種商品 沒有一個人 可以永遠 100%啦 你每天告訴你 我每天都漲停泡 我每天都對 我告訴你 那個就叫不死啊 我們不需要去看不死的東西 這叫新陽科 這個叫逸解 逸解 逸解 要賣 要再蓋 蓋你就沒了 還繼續蓋 再蓋就沒了 今天就沒有了 今天就沒有了 來 你再點出來 是不是逸解 散情 你就要賣了 就去5% 還要再蓋5% 還要再蓋5% 還要賣 你就要賣了 你一定告訴我 那散情今天漲 那又怎麼樣 你賣就賣了 因為什麼 因為今天是 只有一檔股票 叫3232的逸解 那觀眾呢 就要賣了 下去7% 下去7% 下去 下去18% 你再看一次 新陽科 逸解 散情觀眾 那今天就只有一檔 問題是散情什麼時候出現了 8月27號就出現了 9月2號 123 對不對 那今天買什麼 昨天買華旗 今天9月5號 有就有 沒就沒 叫做1906保隆 對不對 那昨天呢 一天只買一檔股票 昨天叫做 5015華旗 沒有錯吧 那今天呢 早上的第一通 欸 記得喔 所以會員 攻擊班買進支標的 股價跌破平盤 平盤 你一定要賣 那反之你就續爆 攻擊班手上就只有 一檔股票 OK 好 那麼如果你所買進的標的股 續漲你就爆 所以會員 您是照著做的 請你記住 只要你買的標的 它持續漲 你不用做賣出啦 低費一漏 好不好 你依照這個模式 我相信所有朋友 你接下來會有 非常高的一個操作 最見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慎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給孩子健康自然的環境 讓他生活無憂無慮 老實說 大家都減能減碳 愛地球 所以家裡裝修 我都選擇綠建材 在家 就好像在大自然裡 耶 我家都綠建材 選擇綠建材 樂活好住宅 台積店創辦人的雄心 我會再創奇蹟 屢屢再創巅峰 亞洲投庫27年的服務精神 掌握市場經濟脈動 結合國際財經趨勢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諮詢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亞洲投庫 27年來一直秉持 專業用心負責的態度 為您創造財富 市場的常勝均 股票期貨的贏家組合 亞洲投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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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惜所託 珍情照顧 資訊電話 02-2578-3777 小玉 小玉 要不要出去玩 找丸子 不行耶 我要照顧爸爸 我爸爸工作發生意外受傷 老闆又沒有提供勞保 沒錢付醫藥費 老闆還把我爸爸解剖 我該怎麼辦 趕快去找法律輔助基金會 有律師會幫你解決問題 全國預約專線 02-6632-828